白色轎車頭下腳上翻腹 卡在護欄 車體零件散落一地 民眾倒在支離破碎的轎車旁邊 再往前 黑色轎車車尾撞爛 旁邊四台車 車門車頭凹陷變形 車身一半整個不見 讓人看得出目驚心 5號下午 郭道1號 大臨交流道 發生連環車禍 肇事的近是一台 郭道柯韻 他的車子很快 完全沒有停的意思 就撞到 撞到旁邊的車子 然後連環就撞了 柯韻從後方高速追撞十幾台車 目擊民眾描述 5號下午1點多 在國道1號大臨交流道北上路段 當時正在塞車 結果後方一台客運 一次剎車失靈 從後方高速追撞 連撞十四台車 在沿柵欄減速下交流道 最後撞上安全道停下 照式的客運車横在路面 車頭撞到安全道 走近一點看 整個車頭被撞到凹性變形 面目全非 連駕駛座都看不見 乘客下的膽戰心驚 還好沒有大礙 但被撞的十次步車 總共15人受到輕重傷 分別送往嘉義磁器與大臨醫院 其中三人有氣胸 內出血 腦出血清醒 必須注意觀察 客運司機事發後 被送往醫院急救 等待清醒交流警方製作筆錄 到底是不是刹車失靈造成車禍 警方還要在調查 但國道上發生客運 追撞十四部車的連環車禍 已經嚇壞不少擁入人 記者侯國文陳招鼓嘉義報導